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两个铁球同时着地 伽利略是17世纪意大利伟大的科学家 他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同学们称他为辩论家 他提出的问题很不寻常 常常使老师很难解答 那时候 研究科学的人都信奉亚里士多德 把这位2000年前的希腊哲学家的话 当作不容许更改的真理 谁要是怀疑亚里士多德 人们就会责备他 你是什么意思 难道要违背人类的真理吗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 两个铁球 一个十磅重 一个一磅重 同时从高处落下来 十磅重的一定先着地 速度是一磅重的十倍 这句话使伽利略产生了疑问 他想 如果这句话是正确的 那么 把这两个铁球拴在一起 落得慢的就会拖住落得快的 落下的速度应当比十磅重的铁球慢 但是 如果把拴在一起的两个铁球 看作一个整体 就有十一磅重 落下的速度应当比十磅重的铁球快 这样 从一个事实中 却可以得出两个不同的结论 这怎么解释呢 伽利略带着这个疑问 反复做了许多次试验 结果 都证明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 的确说错了 两个不同重量的铁球 同时从同一高处落下来 总是同时着地 铁球往下落的速度 跟铁球的轻重没有关系 伽利略那时候才25岁 已经当了数学教授 他向学生们宣布了试验的结果 同时宣布要在比萨城的鞋塔上 做一次公开试验 消息很快传开了 到了那一天 很多人来到鞋塔周围 都要看看在这个问题上 谁是胜利者 是古代的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呢 还是这位年轻的数学教授 伽利略 有的说 这个青年真是胆大妄为 竟想找亚里士多德的错处 有的说 等会儿他就固执不了了 事实是无情的 会让他丢尽了脸 伽利略在鞋塔上出现了 他右手拿着一个十棒中的铁球 左手拿着一个一棒中的铁球 两个铁球同时脱手 从空中落下来 一会儿 鞋塔周围的人都忍不住 惊讶地呼喊起来 因为大家看见 两个铁球同时着地了 正跟伽利略说的一个样 这是大家才明白 原来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大哲学家 说的话也不是全都对的